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要强化反垄断,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引导督促企业服从党的领导,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张维冲报道。 习近平星期一在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指出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他强调,要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特别以为中小企业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要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会议还指出,部分平台企业存在野蛮生长、无罪扩张等突出问题,需要加大反垄断的监管力度,依发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资本无罪扩张。 内地近期频繁出手,加强监管力度,阿里巴巴就因为违反反垄断法,被内地当局罚款182亿元人民币。 美团亦有人涉嫌垄断被立案调查。 有专家估计,罚款金额可达40至120亿元人民币。 由去年年底到今年7月,已经处理44宗涉嫌垄断案件,都被处以50万元的最高罚款级别。 其实背后可能和资本上的操作是有关,因为在过往这个科网的热潮里面,真正赚到钱是谁呢? 可能除了一些造就了阿里巴巴或者腾讯这些大型的超级无敌的企业出来之外的话, 其实背后投资一些外国的基金或者一些机会性投资者方面,可能的利润是更加大。 透过这个资本市场的所谓轻风作浪,可能会令到内地很多的持份者或者一些民生上的东西受到影响。 有分析师说,内地不断限制未成年人的网络游戏时间,甚至是治理娱乐圈、饭圈等, 除了是要整顿文化风气,最终目的可能是想冷却市场资本化的热情,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 是为企业监管和发展画出底线,要求企业服从党的领导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有线电视记者张慧聪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